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7月7日,星期三 一提7月7日这个日期呢,我们中国人都会非常的敏感 就让我们想起来了七七卢沟桥事变 让我们想起来在1937年7月7日的这一天 那日本人呢,在北京当时呢,叫做北平的卢沟桥 借口说他丢失了一名士兵,而对中国进行挑事 从而打响了中国八年的抗日战争 这件事情呢,虽然过去了84年 但是呢,我们中华民族仍然是记忆留心啊,刻骨铭心 那么84年过去了,日本在最近呢,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又有所改变 最近呢,他们又蠢蠢欲动 虽然说在五月份的时候呢,日本的首相菅义伟到美国去访问 和美国呢,做了一个联合声明 之后日本方面对这件事情呢,进行了澄清 说日本呢,不会卷入台海战事 但是呢,在最近六七月份以来 日本的朝野两党呢,不断的有人跳出来 发表一些过激的言论 那在七月五号的时候呢,环球时报还发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就对最近日本朝野的一些政客 所发表的一些言论,进行了一个评论 这篇文章的题目呢,叫日本对华政策六只鹰 密集挑衅中国,插嘴台湾事务 我们来看一下环球时报 在这篇文章里面,它是怎么说的 日本在中美之间保持相对平衡的外交政策要变了吗 自今年四月,美日在首脑联合声明中 时隔半个世纪首次提及台湾 这个问题就经常被提及 最近一个多月,日本高官又密集的挑衅中国 频频插嘴台湾事务 防卫大臣岸信夫在国际会议场合 以及接受媒体采访时 大谈台湾的和平与稳定跟日本直接相关 赴防务大臣中山泰秀大放厥词 声称要保护台湾这个民主国家 日本似乎正紧跟着美国 越来越露骨的展现对华强硬 导致了日本态度出现变化的原因是多重的 其中也与日本政治核心形成了一个鹰派团体 有直接关系 该团队成员除了现任首相菅义伟 还有岸信夫 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 和金融担当大臣麻生太郎 自民党税制调查会长甘利明 以及前首相安倍晋三 从政之前他就开始与台湾打交道 进入2021年日本涉台小动作频繁出现 据环球时报记者观察 主要有四种表现 官员在国际会议发表涉台言论 或者在会后出台的政治文件 包含涉台内容 政治人物出现涉及对台定位的口误 试图混淆视听 自民党内的友台派国会议员蠢蠢欲动 试图成立各种组织并积极活动 日本以购买凤梨赠送疫苗等方式 笼络台湾民心 新加坡联合早报说 70后中山太秀是日本国会跨党派 友台组织日华议员肯谈会成员 他和岸信夫都曾在去年访问台湾 吊艳李登辉 去年12月底 拜登当选美国总统 但还未正式上台时 中山太秀曾表示说 台湾的安全是红线 他呼吁拜登在支持台湾 面对大陆来犯时必须硬起来 至于岸信夫 日本上智大学教授钟野晃一说 他与台湾的交情在日本众所周知 此人可能是保守派中最重要的友台政治人物 据台湾疯传媒报道 岸信夫是日华议员肯谈会干事长 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 国际民航组织 与台湾政坛人物交流密切 2015年10月当时是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 拜访安倍晋三的家乡山口县时 就是由安信夫全程陪同 蔡英文两次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 他都亲自祝贺 安信夫还与赖清德 苏家全等人见过面 日本政坛任何支持台湾的行动 常常能看到安信夫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去年时任日本副外相的安信夫 曾在日本一家政治杂志撰文说 期待美日台进行安全保障对话 他对美国比以往更支持台湾的做法给予肯定 安信夫的这一表态被认为是呼应蔡英文 接受产经新闻专访时的内容 后者当时称台日在提升对话层级 信息交换网军应对等安全事务上 仍有合作空间 风传媒说除了友台 安信夫还是多个右翼团体的成员 比如日本会议神道政治联盟国会议员可能会等等 他支持修宪 支持对日本能否部署核武器进行辩论 否认日本曾在二战期间强征慰安赴等 众所周知 安信夫是安倍晋三的弟弟 其外祖父安信介是知名的友台派 外书公是佐藤荣座 他和安信介是日本二战后 唯二以在任首相身份访问台湾的领导人 因为安信介的长子西夏无子 安信夫一出生就过继给舅舅 成为暗家长子 直到要上大学时申请户籍藤本 看到自己的身份是养子 他才知道自己出身安倍家 安信夫从政时间比较晚 从庆英艺术大学毕业以后 他在日本知名的住友商市工作了约20年 有一段时间负责农业 专门与台湾打交道 与台湾南部的农家关系很好 从政以后 安信夫做了十几年的国会议员 先是在参议院 后来到了众议院 为了避嫌 他直到安倍卸任首相以后 才担任大臣 联合早报说 日本防卫省的一号和二号人物 都是挺台色彩较浓的人物 但在谈及台湾问题时 他们都是将其放在日本国家安全与利益的框架中审视 这也反映出日本对台湾问题的焦虑更多出于对自身安全利益的考量 他曾被安倍极力挽留 麻生太郎经常被媒体嘲笑为大嘴政治家 他曾称希特勒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动机正确 抱怨只会吃喝不运动了老年人经常去看病导致医疗费用高涨 说生两胎是夫妇起码的义务 对于日本决定排放核污染水引发重怒 麻生狡辩称 有人说太平洋不是日本的下水道 那难道太平洋是中国的下水道吗 由于麻生太郎说过的错话太多 不少日本网民整理了他的大嘴语录 甚至还有制作精良的永久保存版和加入最新言论的扩充版 然而麻生终究是在日本政坛混迹多年的保守派政治人物 如今可谓位高权重 他出身政商使将 母系的高祖父是明智维新三杰之一的大酒保利通 外祖父墓也深险 为大酒保利通赐子 官至外务大臣 宫内大臣 内大臣 外祖父吉田茂 是墓也深险的女婿 曾数次担任首相 父系的麻生家族 是九州著名地方财阀 以采矿业起家 二战期间曾强征数万名朝鲜 中国劳工以及英国荷兰等国战俘进行生产 2008年到2009年 麻生担任日本首相 麻生太郎带有明显的右翼色彩 2005年到2007年担任外相期间 他发表过价值观外交自由与繁荣之乎等看法 明显针对中国 在参拜靖国神社这样的敏感历史问题上 他还提出过将神社转化为与宗教无关 由国家管理的机构这一想法 引发日本是否会再度走向政教合一的担忧 在麻生太郎的胡言乱语中 经常能看到其讨好日本右翼反华势力的嘴脸 甘利明也是日本老牌政客 从1983年连任议员至今 历任劳动大臣 经济产业大臣 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 经济再生担当大臣等 2020年 日本自民党规则形成战略 一员联盟举行了一次会议 对于禁止TikTok等 中国应用软件议题进行了讨论 牵头召开这次会议的正是甘利明 2019年 他还曾要求日本政府 效仿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 在首相官邸设立一个经济外交和安全保障领导机构 声称期待他能引发针对中国的讨论 进而产生遏制作用 甘利明是安倍晋三的亲信 为安倍2012年重新上台执政 立下大功 2016年 时任中国经济再生担当大臣的甘利明 被曝曾接受某建筑公司的好处费 作为帮助该公司从日本都市再生机构 获得补偿金的谢礼 他后来因此辞职 有日媒当时报道说 安倍直到最后一刻都在极力挽留甘利明 当后者透露出辞职之意时 安倍称能够解释清楚 我将从正面给予支持 据说甘利明听后眼睛都湿润了 过了一段时间甘利明再度决定辞职 当安倍试图挽留时 他低下头说 请成全我 最终获得同意 活跃在日本国会的3A 对安倍而言 甘利明的辞职构成了 跟其政权存亡危机不相上下的冲击 日本经济新闻2016年曾刊文说 这不仅因为他是推进安倍经济学的重要人物 更关键的是 他是当时权力结构的基石 是构成内阁中枢的安倍盟友四重奏的平衡器 这四重奏指的就是安倍 菅义伟 麻生太郎和甘利明 如今他们在日本政坛中的影响力 依然举足轻重 安倍晋三及其盟友在国会中塑造印太政策 安倍甘利明和麻生太郎 正在对日本的外交政策施加影响力 同时在选择政界未来的接班人 仍选上扮演关键决策 他们被称为3A 因为这三个人的姓氏中都带有A 对于他们如今在日本政坛的威望 日美描述了一个场景 6月曾任日本外相的岸田文雄 成立了一个议员小组 邀请3A参加首次会议 他在会上拿自己姓氏中带有K开玩笑说 在三个A面前K想解释一下 这个小组成立的目的 3A如今活跃于日本国会多个小组 6月8日 他们成为日澳国会议员联盟的高级顾问 或者顾问 致力于加速推进日澳之间经济与安全事务的双边合作 同一天安倍成为自由与开放印太小组的高级顾问 日经亚洲评论说 这两个小组都带有遏制中国的色彩 5月自民党成立了半导体战略工作小组 甘利明担任主席 安倍和麻生是高级顾问 该小组建立的目标是打造不依赖中国的供应量 甘利明声称 在半导体领域 日本应从安全角度出发 只与盟国和意见相同的国家进行合作 不能引入中国企业 对韩国也必须小心对待 如今 安倍虽然退居幕后 但他被认为是影响目前菅义伟内阁政策制定最重要的人物 在安倍执政期间 他对中日关系保持了比较灵活和务实的姿态 但其鹰派底色仍在 安倍政府曾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 解禁集体自卫权 通过多项举措弱化了日本和平宪法对军事活动的限制 他卸任日本首相以后参拜了靖国审视 那就是环球时报所发的一篇文章 这里面呢就介绍了日本的六大鹰派政客 他们呢都是积极反华的 那日本呢真的是就像美国的一条走狗啊 他就是美国的一条走狗 那日本呢作为一条走狗 他的嗅觉呢是异常灵敏的 那他最近呢又嗅到了美国的一些味道 所以又蠢蠢欲动起来 跳的是非常的欢 这六只鹰他们抗中的这立场的背后呢 实际上是等于甜美的立场 正因为他们有甜美的立场 他才会有抗中的立场 他们所发表的所有的惊世骇俗的那些的言论呢 都是为了甜美而服务的 那在昨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呢 有彭博社的记者就问这个赵立坚 说据共同社报道 日本的副首相麻生太郎表示 如果发生重大问题 日本和美国将不得不共同防卫台湾 中国入侵台湾 可以被视作一种存亡危机事态 这使得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 外交部有何评论 什么叫集体自卫权就是派兵了 那赵立坚呢是这么回答的 赵立坚说呢 这种言论极其错误并且危险 严重违反了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 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已向日方提出严正的抗议 日本军国主义曾对中国犯下 庆竹难输的侵略行为 某些政客 时至今日对台湾仍然是念念不忘 充分暴露出他们没有深刻汲取历史教训 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当年的中国 我们绝不容许任何国家 以任何的方式插手台湾问题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那日本呢 现在正像这个赵立坚所说的 他们并没有吸取历史教训 他们这个民族是不可能吸取历史教训的 如果说他吸取历史教训的话呢 他只能是说吸取教训以利在战 一有机会他们就会蠢蠢欲动 那作为美国呢 虽然说他不愿意自己亲自来动武和中国兵龙相见 但是呢 他是很希望用台湾来牵制中国大陆 更希望日本和中国之间呢 保持一个对立的状态 他肯定不希望日本和中国和韩国形成一个三国时代 正像这个安倍晋三 他下台之前和韩国总统以及中国在成都见面的时候 那种融合的状态 那不是美国想看到的 那日本呢 就是美国在亚洲的一只狗 就像澳大利亚 像加拿大是一样的 而事实上呢 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 是根本不管这些狗的利益的 根本就不管日本的利益 根本就不管加拿大的利益 更不管澳大利亚的利益 澳大利亚呢 现在是苦不堪言 自己的市场都被美国占了 我昨天还做了一个视频 外交部呢 公布了一组数字 美国都占了澳大利亚的哪一些市场 原本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农产品 现在呢 全都从美国进口 那现在日本呢 又跳得这么欢 今天外交部又回应了美国的一个事件 那这是一个什么事件 我们今天呢 再来看一下 在今天的外交部的记者会上呢 有凤凰卫视的记者就问 说白宫的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 出席一个论坛时表示 美中两国可以和平共存 美方不支持台独 听明白了吗 就是美国现在明确表态 这个坎贝尔呢 是拜登政府新设的这么一个职务 他专门负责印太事务来进行协调的 他说美中两国可以和平共存 美方不支持台独 但他同时也说 如果北京做出违背和平稳定的举动 美方将做出回应 还称北京方面越来越独断 这就是美国所放出来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态度 他们是不支持台独的 可是日本方面现在上蹿下跳 刚才环球时报的那篇文章里面 所说的那六只鹰 全都是和蔡英文当局拉拉扯扯 对蔡英文就是一个支持和鼓励 向蔡英文传输错误的信号 但是美国的行为其实也一样 美国的一些右翼的官员也是一样的 美国有一些右翼的官员呢 他们也是不知所为 他们就不断的在挑战中国的红线 不断的往前迈进 先是说台湾是一个国家 然后呢 中国一抗议就赶紧说 哎呀这是口误 然后接下来呢 发现中国其实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 连制裁都没有 然后呢 就继续的不断的往前跨进 但是呢 正向赵立坚所说的 他们这些行为是非常危险的 是非常危险的 毕竟今天的中国 已经不是七七事变时候的中国了 如果日本再继续玩火的话 很有可能会惹火上身 他们可能已经忘记了 被原子弹轰炸的滋味了 可能想再尝一次了 他们以为只有美国会扔原子弹吗 好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